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第五条实在是太长了 因为内容比较多 Limber有些大家会用到的增值和周边服务 我来给各位讲解一下 Limber配套墨镜甲便是做RIM系列才有的 它有两个颜色可以选择 一个是灰色 一个是棕色 官方定价是735米 它具有防止外线以及滋涨的效果 但是没有偏光功能 而且可以单独订购 其次Limber的沟槽收费是360米 但实际上如果你购买的是菜丝晶片 基本上都是菜丝的师傅去帮你涂的 又或者是你所购买的商家 他们就自行给你操作的 那么说实话效果好不好 除了看这个颜色整体搭配之外 最重要还是看师傅的手艺 接下来就是关于Limber的克制服务的 说实话这一点就啪啪打我脸 在前几个月的一些视频介绍里面 我有说到关于克制呢 它是只能克27个 含空格战略的大写英文字母 结果最近我发现原来有些制服也是OK的 所以最重要的标准就是 当你想克什么内容呢 你告诉给我 我只要提交到后台省得成功 那么就是没有问题了 另外如果你选择购买Limber的商家 它是Limber搜权店里面 级别比较高的 最高级别AA级 那么你收到的金额上 也会给你克上相同的内容 好第六点 很多人觉得Limber的金价会贴脸 包括像我这一副一样的 现在我笑起来 看到没有 还是会贴脸 那么这个问题呢 部分原因是因为这个金价的前倾奖造成的 听清楚是部分原因 不是唯一原因 那么现在Limber的前倾奖 根据不同系列 它是可以去进行选择的 一个是Classic经典版 另外一个是亚洲版 容总的说呢 经典Classic版更适合五官比较立体的人 比如像外国人 那么对我们国人来说 当然能选择亚洲版的情况下 还是亚洲版更好 但这仅供参考 因为实际上呢 在我们一些比较常见的系列 比如说像Rim系列 Nel系列 还有Sprint系列 还有TD系列 这四个系列的前行角 其实都是可以透过调整 去解决金价贴脸这个问题的 如果说你苹果肌比较发达 鼻梁又比较搭 你还非要去选个 像我现在带的这款片高特别高的 那么贴脸这个问题呢 是自然必不可免的 神仙都救不了你 第七点 Limber有些款式 虽然形象不同 但形状看起来非常的相似 它们的区别到底是在哪里呢 核心区别 其实就是它这个前框尺寸 跟片高上的不同 但从形状上来看 你哪怕拿放大镜看 都不一定看得出区别 但落到实际配件的时候呢 就要根据你选择的款式 它的尺寸 你的脸型 还有这个金价的可调整空间 来决定这个最终的一个佩戴效果的 第八点是非常多人在乎的 就是Limber的售后自保到底是多久 其实从官方给的建议上来看 标准是三年 但是它的计算时间 是从出厂的那一刻来算三年 举个例 假设今天你去买那副Limber 这副眼镜在他们店里 已经放了一年了 那么实际你买到手以后 你剩下的自保周期就是两年 你说这个两年跟三年吧 影响说大不大 说小不小 区别就是当你遇到 比较严重的售后问题的情况下 那这个问题呢指的是 非严重的人为水坏 在自保期范围内 多数都是免费给你公换的 而如果过了这个自保期 会收取一定的费用 那么至于费用是多少 一切官方说了算 第九点 有些顾客朋友说 我几年前买了一副Limber 型号多少多少多少 现在还想要同款 结果发现没有了 那么这种情况其实是非常常见的 因为Limber每年至少都会有 一到两次的一些新款 或旧款新配色的出现 同时也会有 一到两次的一些款式停产 所以可能几年前你配的款式 如今已经停产了 找不到也非常正常 如果你还想找的话呢 只能碰碰运气 看看哪家店还有存货 今天的最后一点 就是Limber的定制系统 其实你看到的颜色 跟15是会有色差的 根据不同颜色 它色差的大小也不一样 所以建议呢 如果是看金属颜色 一定要看Limber官方配它的金属色版 那么如果说你是看 Now系列的前圈 或者是A系列的版材 那么建议一定要到实体店 去看看15的样子 总的来说 要想Limber配的好 一定要选一家店 它的现货款式足够多的 比如说我 店内现货200负 几百负的搭配食物素材 绝对让你看花眼 那么以上10点呢 就是今天下午 我比较匆忙 去给大家做的一个总结 可能有些地方说的不够完善 或说的不够清楚 如果想了解更多的呢 欢迎各位在评论区下方 给我留言 那么视频的最后的老规矩 你的点赞和关注 是我持续更新的原动力 我是肯哥 我们下期见